远古黑龙和远古巨人 谁才是迷你最长boss呢 嘿嘿 来了 这还用想 当然是远古巨人更厉害啊 石巨人可是有三种形态 他一个人就能消灭 你们练习所有生物 切 你是巨人 那也叫三种形态 怎么不算 石巨人第一形态是远古巨像 他能招待三个小弟 远古当当 远古丁丁 和远古东东 每个小怪的实力都肯比boss存在 那要是我放出一个静怪烟花 你该如何烟堆 第一个boss当然是放过 远古巨人的第二形态 拥有防护盾 不仅防御力无人能及 而且还能发射超强激光 切 但要是我把柱子上的宝石挖掉 破坏你的防护盾 你又该如何应对 那也没关系 要是生命值低于40的时候 石巨人就会进入第三种狂暴形态 第三形态的石巨人 会随机释放一种全屏技能 用冰冻攻击 石块攻击和炸弹攻击 而石巨人也是全迷你第一个 拥有360度无私跳攻击的boss 所以毋庸置疑 远古巨人才是迷你最强boss 小伙伴们和小狼一样 觉得远古巨人是第一boss的空一 就算你是巨人有三种形态 那又怎么样 难道我们黑龙就没有吗 我们黑龙可是有 远古黑龙 龙岩黑龙 和混沌黑龙 随着等级的提升 黑龙的血量和攻击力 都会得到加强 最后的混沌黑龙的攻击力 更是高达900 世界的秒侠为强boss 虚空幻影的存在 而且不同的boss 攻击方式都不一样 龙岩黑龙的攻击 也不带火焰 而在新版本 混沌黑龙也得到增强 不仅能发射夜火 召唤混沌骷髅士兵 同时还能发射 前面龙岩黑龙的攻击 再说了 黑龙可是迷你第一个boss 所以黑龙才是迷你最强boss 小伙伴们 和那条一样 觉得远古黑龙 是第一boss的 扣二 那又怎么样 现在迷你谁还去练习打黑龙啊 他们都喜欢挑战 实力更强的实距啊 真的是这样吗 小伙伴们 你们还喜欢黑龙的话 就给黑龙点个小爱心吧 你放心 不会有小伙伴们给黑龙点的 你放屁 肯定有的 黑龙才是最强boss啊 实际人才是 黑龙 实际人 臭傻了 既然我们分不出胜负 正好这里 有boss变身戏 看看谁的实力更强 谁就是最强boss怎么样 正有此意 说要两句说定了 讨厌实海相 偷袭 臭傻了 你不讲武德 今天要偷袭 明明摄影太慢了 那天要严实放弃吧 远国之队 他是迷你最强boss 不可能 黑龙才是 看我的黑龙吐息 没用的 我的防御力是无敌的 你的黑龙吐息 为我根本没有用 严实海相 你以为还能调及到我吗 我黑龙可是分心 你的攻击也对我无用 可恶 我就不信了 严实海相 黑龙吐息 严实海相 黑龙吐息 严实海相 黑龙吐息 2000年之后 波比拉波比拉 我手都抽筋了 你怎么还好 发不伤啊 我就说 黑龙才是 你放屁 你明实骏才是 实骏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让小伯们 来做决定吧 小伯们 你们觉得黑龙 都实骏了 谁才是迷你 最强或是呢 小伯特